大家好我是阿力 最近啊我看到一个特别新鲜的事 什么事呢 说是这个深圳罗湖区的一个小区里面 有一栋这个居民楼啊 这个因为质量问题塌了 结果呢大家肯定想不到啊 这个塌了一半的居民楼的这个房价 不仅没跌 反而一套涨了60多万 这个事就很稀奇了 这个房子都塌了 怎么反而就涨了价了呢 原来啊是因为这个地儿的很多的房产中介啊 抓住了这个点借机炒作 说啊这个倒塌的一个楼呢 它本来呢就要拆迁了 而这一倒呢就能加速它拆迁的进程 所以呢它的房价就涨了 这件事啊看起来确实很荒谬 但是呢背后却隐藏着很多朋友的一个固有的观念 什么呢 就是这个拆迁是可以一夜暴富的 只要买了这个房 可能很快就能通过拆迁拿到一大笔拆迁款 所以就算价格高点也值啊 其实啊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想着呢去买一套老破小 或者呢死守一套老破小不卖 等着拆迁 那这件事到底靠不靠谱呢 那我的看法呢 是这个事啊不一定那么靠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啊能靠着拆迁成为爆发户的人本身呢就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人拆迁的时候只能拿到同等价值的补偿 有些人呢甚至是越拆越穷的 而且现阶段这个棚改的货币化收紧 大多数拆迁啊已经不赔钱了 而是按面积呢补偿这个回宣房 但是回宣房的地位和价值都要打个问号了 可能呢还不如之前的那套老破小呢 其次那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拆迁的项目啊 经常一停就是十年八年的 业主和开发商都很难谈得拢 那比如说啊 像之前深圳有一个小区搞这个拆迁改造 拉锯了12年 这中间呢有49位高龄业主都去世了 还没有改造完 那试想有多少朋友真的能耗得起这个时间呢 所以说啊 想要持有一套老破小等拆迁 堵自己可能一夜暴富的心态 真的是不太可取的啊